狮子是草原上被公认的草原之王 一般的动物都会沦为它们的食物 但有的狮子捕猎时碰到了长颈鹿 不仅没有成功秒杀 反而被长颈鹿打得落荒而逃 实在是有点丢脸 长颈鹿虽然是少食性动物 但是这仍然不妨碍它们 有见状的四肢和奔跑速度 都是克敌制胜的力气 但这些仅仅限于成年的长颈鹿 小长颈鹿在还未到达成年时 都是处于危险之中 这天一只落单的长颈鹿被猎狗盯上 因为脚受伤它没有办法奔跑 只能拖着受伤的腿缓慢地走着 猎狗眼看着即将到手的猎物 丝毫不着急慢悠悠地在后面尾随着 而长颈鹿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危险 不断地加快步伐 就在几只猎狗准备围攻长颈鹿时 意外发生了 这时远处的长颈鹿妈妈 看到小长颈鹿有危险 立马向猎狗群发起了冲锋 用自己的速度和后腿 驱散着猎狗 感谢观看